廉宇什么时候打到来,大家都很关心 3号强风讯号验证生效 天文台说明天中午之前 改发8号风球的机会不大 强台风廉宇现在就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 大约是430公里这里 是继续慢慢向北移动 而按照现时的途径 预料星期六会在广东东部登陆 天文台说廉宇的路径还有变数的 要继续监察 虽然明天中午之前 改挂更高风球的机会偏低 大约都要提醒市民 廉宇就是强台风 中心风力达到175公里 海浪高达6、7米 市民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按照现时途径 预计3号强风讯号会维持一段时间 在中午之前改发8号讯号的机会偏低 受到东北季后风影响 所以廉宇的路径还有变数 天气方面我们预计 今晚明天趋清净直到强风程度的偏北风 由于未来几天都会受到 廉宇的外围雨带所影响 所以随后一两天都会简直有旁风骤雨 说明是强台风大家都不敢轻视 政府更加罕有感召开跨部门记者会 呼吁市民要做好防风措施 保安局也都启动紧急机制 统筹不同的部门处理突发事件 区务署就已经派人到全港五个海水渡灌的黑点 做防洪措施 又有陈亮君报道 强台风逼近住在屯门家和里村的陈生 将雪櫃电器都浪高了 之前都会将那五六岁小孩 不像过一次搬到马路消防车都来过 现在就没打到来就暂时都没知道 渠武处人员赶紧堆沙包 检视排水渠有没有塞到 加高了的这个河堤 其实也加了一个水闸在这里 遇到海水渡灌的情况 拉开这个闸闸 就可以让水流到河里 除了加和里村 渠武处说全港还有四个海水渡灌黑点 包括屯门联安新村 西贡南围 深井和里沿门 已经派人做防范措施 其他水浸黑点还有大澳 二十几个义工帮老人家 将家私财物搬去安全的地方 渣步仔村 民政署就进去试测 保证会清理好河道的石头 在上华海尾街 工人就加紧清理坑渠垃垃圾 天文台说 过往引致香港有严重海水渡灌的台风 一般都是西向东行 但今次链鱼向北行 风暴潮不会太大 大概是两米多些 有线电视记者曾量昆布 机场紧急应变中心 亦都已经是逐步运作 应付链鱼 可能对航空交通造成的影响 有需要的时候会增加人手 协助重编航班 亦都准备好颜外的水 干粮和无垫 被一旦滞留的旅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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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